大安法师 红法者莫要自赞标榜 弟子问 师父慈悲 弟子有一想法请开示 我认为 红法人不要老以自己为榜样 来劝化众生 这样会很容易造成不良的后患 如偶像崇拜 盲目仿效等等 而且也会增长我慢 一物众生 但是有一些有影响的法师居士 常常标榜自己如何如何 动辄就做世人的典范 我个人觉得不好 请师父开示 法师达 你这个想法很好 现在我们无论是出家在家红法人士 你一定要有自知之明 要知道自己是吃几碗饭的 我们自己通身都是业力 我们自己烦恼非常厚重 我们自己修行上 并没有证悟的这样的境界 所以我们自己惭愧都来不及 还有什么可以自我炫耀 自我标榜的呢 但为了弘扬佛法固 我们不得已做点这个事 一定要说而不做 这个佛法又不是你 我们来发现和创立的 我们无非是一个推销员的角色吗 你一个推销员 总不能到其他地方 去把人家这个企业的老总 和研发专利权的人放到一边 你要冲老大 这不正常吗 所以我也是同意你这种说法 我们不能标榜自己 基督教讲 一切的荣耀都归上帝 我们套用他这句话 一切的荣耀都归到 阿弥陀佛那儿去 都归到释迦牟尼佛那儿去 都归到祖师那儿去 我们自己没有任何东西 没有任何东西 甚至不做一点事 可以做点事 印光大师他的谦德 就让我们非常非常精彩的 印祖常常他有个比喻 他说自己也是一无所能 也没有学问 也没有道德 但是呢 他就像在一个十字路口 一个残疾人 一步都爬不动的人 就是缺了腿的人 他在十字路口呢 人家有人问路 他可以去指指路 你看 印祖都是用这样的来定位自己 就是一个残疾人 在路旁边指指路 要说自己的功夫 自己一步都行不了 唉 应该这个态度好 祖师都是这个态度 我们又何许人也 你可以为众生做大导师啊 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所以我同意你这个提问的倾向 绝对不能造成偶像崇拜 一个红法人员 在他做事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有无我的精神 当他动不动就说我怎么怎么样 我怎么怎么样 说明他是带着我直的 我慢的 我见的 我爱的 这种我就会让一个人走向歧途 这个我就会让他充满魔气 大家体会无我 我们红法才不至于走到邪路上去 探文超 印祖最反感弟子过分赞叹他 弟子屡屡因此遭到贺责 近代以来 这样谦虚的人真觉无仅有 不但他生前如此 而且交代他去世后 也绝不允许搞这些 当前存在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 过分搞个人崇拜 搞造生生事 一个人烦情侧夺某某人是什么佛在来 某某人是什么菩萨在来 乱搞授记 这是很不如法的 实际这是搞迷信活动 依人不依法 也定会被教外人士反感 对佛教的正常弘扬是不利的 刚才看了一个视频 辽宁某的一个念佛堂 在三圣像前 又搞了一个现代在世的出家人的作像 这样弄破坏传统的佛教殿堂的布局 是不太合适的 个人的感情的表现愿望 是不宜强加于庄严场所的 是不宜强加于庄严场的